刚刚讲的我跑新闻 我算到现在已经跑了36年 36年台湾非常清楚 都是以反贪腐 反对金权政治为整个社会价值的主流 我没有想到说现在民众的 黄国昌馆长支流的人 挺贪腐挺得这么高兴 可是应该要讲 你挺贪腐挺成这样子 你的结果就是 小草变成寒羞草了 是嘛 别垮了嘛 这些人会全垮 我跟你讲 我没有想到 在台湾敢理直气壮的挺贪腐 脸不红 气不纯 不要脸 我跟你讲 真的完全垮 369万票至少跑了三分之二以上 有这么多吗 这三分之二叫什么吵 丢脸啊 丢脸啊 我以前捐钱 然后最后一天在 最后一天你知道我们在走路啊 我们支持侯友宜国民党 你知道一个跟旅游团一样 一个比较三十岁的 带二十几岁的 带十几岁的 一个拿旗子 壳壁旗子 全部挤入中队 走到了凯道十几万人啊 十几万人啊 他也不干你 他瞧不起你 你知道那个深情 看我们是客吻者多光荣 而且一去人一满 多嚣张啊 全部走过去 那我们逃一连 我们就走了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当然 我在现场去看 所以你说 以前小早生会很鄙视的眼光 斜眼鄙视的看着你 而且我跟讲 最年长哪个旗子 那前面就跟着一队 几十个 一百个 全部从中华路西门丁 从那个赤峰街 全部往那边集合 你知道吗 做捷运一个一个这样出来 好 我跟你讲 现在这些人觉得羞耻 这有羞耻吗 那些很多人站出来啊 那些叫 馆长说他这个线上五万人 五万 馆长是刺青的猪龙草 站出来干什么 我跟你讲 这些叫寒羞草 谁 刺青的猪龙草 猪龙草 猪龙草 这些已经离了 瞧不起阿伯 觉得你贪污 我走了 走了三分之二了 那为什么是猪龙草呢 猪龙草就是最凶最狠的 然后弄下两个猪龙草 到现在还要吃虫子 三个 你看阿贝 那个那个 那个馆长骂我 黄沃超骂我 我那个这个叫吴怡轩啊 要扮演最凶的猪龙草 以后我还想在万华 猪龙草 把我中小 对 宫女想当嫔妃要表现一下 你知道 把我丢到那个猪龙草里面 想让我中小平 七十四九就化为血水 你知道吗 化为血水 真的啊 昨天时间更夸张 有一个小丑 跑到我服务处 上大号 大便 还脱裤子上大号 什么东西啊 我以为说 真假 这小丑 我本来以为说 他把东西丢在那边 就算了 你不是 他就跑到那里 直接堆下去 脱裤子 真假的 在那边大便 警察来查案 警察那边看嘛 因为我有巡逻箱嘛 怎么有人在那边大便 警察就跑来 在一个门口 南昌派出所跑来 所以对大便 警察把头都昏了 然后把他传来 小草干这种事 干这种事啊 这个是不是叫猪龙草 这些都疯了 你知道罔顾法计 做人 就定人霸齿的事情 你那里之后 有人来来罔我吧 他来来罔我 可以把裤子脱掉 蹲在那里 而且那也不是 一秒钟就可以解决吧 他不给他 三二一 凶没了 一个钟小平服务处 一个牌子蓝色的 国民党那是蓝色 然后 那个电梯楼梯 会上上下下的 他在那边脱裤子大便 怎么大得出来 真可怕 他真大了 真大一大堆 警察 照相 然后 分局长更有趣 打电话给我 钟永远拜托 在我辖区 他犯案四次了 你知道他犯案四次 这次我们一定要对付他 我说好 我不然算了 好 这样讲 为了公共安全 我就告他 他说这一次 我说请问 我就问他们那个侦察队 这个会不会做了 这难告啊 这告什么 告啊 大便也可以告人 更离谱在后面哪指大便啊 你知道大环便 他把他拍起来 PO上网 PO上网 他妈亲的PO上网 然后分局长跟我讲说 诶 钟永远这个PO上网 是最强的公然侮辱罪 这个可能会 不能一颗马鸡 你知道吗 我笑死人 我就去报案嘛 原来 跑到你的屋主 放了那一坨东西 对你是最强的公然侮辱 当然啦 这样就算了 还PO上 说钟小平很烂的 照相PO上去 PO到网路上 这什么东西啊 这社会怎么变成这样 猪肉草就干这个事 猪肉草 我们现在北俭要 严压这个省计金 还要严压易小卫 下礼拜也会再继续 严压柯文哲 照相讲 你现在有这么多的证据 照相你 民众党应该是会羞愧啊 应该会不好意思 你都贪腐成这个样子 整个党抽不可闻 结果他们现在还理直气壮 现在还要走上街头 现在还要质疑 赖心的政府 你在搞什么鬼 可是你说 因为现在民众党吃定 就是说 你现在查到这些钱 可是你查不到那些钱 跑到哪里去 如果你查不到这些钱 拿不到哪里去 我就可以咬定说 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咬死你没有金流 咬死你没有金流 我就咬死我没有行费 跟你说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 你现在听到了一个消息 原来我们的北俭 跟我们的调查局 这几年来 在所谓的加密货币的破解上 已经得到了美国的争传 而且目前对民众党来说 当然不能嘴软嘛 都到这一刻了 下个礼拜可能 柯文哲又要延压了 他现在黄国昌 跟你说什么 你这不是压人取贡吗 压了两个月 还找不到金流证据 现在还要继续申请延压吗 吓死人了 对 然后民众党开始给你卖 还这么凶 卖残啊 然后还要举办什么 赖政府搞什么鬼 这么多活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来知道 我退迟一步 绝无实所 所以现在我只能够 跟你引擎踩到底 跟你对撞 但是我们就讲 那北俭怎么办 我一真的办不出 所以来的话 那是不是就完蛋了 我就跟他讲 大家不用烦恋 不用烦恋 为什么不用烦恋呢 第一个 这几年来说话 我们北俭 说实在 不是只有犯罪集团 可以这个日清月异 北俭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办案的手法 也是越来越多元化 好 在这两天 大家就讲说 你有一个冷钱包 可是现在冷钱包 可不在哪里 你没有提示词 你没有提示词 你也没有金钥匙 这个提示词跟金钥匙 都在柯文哲脑袋里面 如果他不交代的话 这个东西 你不能暴力破解 你如果暴力破解 它就完全空掉 它会完全被洗掉 所以你查不到 这个USB里面冷钱包 到底留下哪里 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证据 有多少的资料 你很难跟这个 所谓的柯文哲定罪 可是现在不对了 现在这两天 事终把我们找到这个人 北俭主任检察官 曾阳里 他曾经被表扬过 公务员的杰出贡献奖 他为什么是 公务员的杰出贡献奖 因为他破获了 台北柬埔寨的案 什么叫台版柬埔寨 台版柬埔寨里面 有一个关键的就是 名下派出所的所长 叶玉欣 他当时就是 这个里面的内鬼 他这个里面的内鬼 是我完全通报警方 检掉 有任何的消息 我把它通知给你 可是他干嘛敢挺而走现 就是原来 这个集团 这个诈骗集团 是用泰达币 给了叶玉欣 用泰达币给叶玉欣 本来以为说 神不知 鬼不觉 你绝对不可能破获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被曾阳领破获了 那曾阳领 他下面有个关键的人物 陈文锦 陈文锦 为什么一定要到 北检的小组里面 他就是跟曾阳领一样 破获了台版柬埔寨 没错 事实上大家都说 这个冷钱包没办法破获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并不是 我们就讲 刚才宝杰讲到的 这个所谓台版柬埔寨 这个案子 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来说话 这个北检的主任检察官 曾阳领接受到表扬 就说你破了这个 非常困难的这个案子 获得杰出公务员的贡献奖 那这个案子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简单来说 他在10月16号 接受表扬的 而且他特别强调的是说 他就是破获了 台版柬埔寨的三死案 揭露了整个诈骗集团 凝捏至此 关键在哪里 关键是 他是台湾 第一次破获 用虚拟货币 行贿的案子 对好 那这什么案子呢 杜成泽 他本来就是这个 包括诈骗集团 那诈骗集团来说 他有很多车手 很多水房这些 我当然怕警方来查 那警方查怎么办呢 他就这个 当时呢 他就找了一个叶玉昕 他当时是 宁夏派出所的所长 当他的内鬼 当他的内鬼是怎么样 你有赢了 帮我探听 目前为止 你们警方拥有的证据 到底是多少 那你们的目前为止 打炸的这个进度 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我 这个所谓 其他这个所谓 这个诈骗 诈骗集团的成员的 这个个资都给我啊 这样一个状况啊 所以我可以帮你偷个资 对 我可以打探 打炸行动专案的内容 我还可以伪造一个 台湾士林地方法院的交保单 拿了这些东西以后 让杜成泽 去当作诈骗工具 对啊 因为他有非常多警方的工具 他可以用这样子扮演 你来你来 这样很多人就会上当 所以等于是扮演 他们的内鬼 好 那你要扮演内鬼来说的话 这个杜成泽 当然要给他非常多东西 上当上台 送宾室车 送这个所谓的 200万的台币之外 还给他约莫是三万多颗的这个泰达币 那三万多的泰达币来说 哎 宝姐 重点在这边嘛 你我就否认了 我没有收到这些钱啊 那泰达币 那你找出来泰达币在哪里嘛 所以一开始的话 找不到这个泰达币 那找不到泰达币的时候呢 这个曾阳宁 他们就想了办法 他跟这个陈文景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之后 宝姐最后 他们就透过 包括说像扣的这个 他们我们啊 他们这个北减 有一个叫这个数位采证室 数位采证 然后扣了相关的这个证物之后 因为有他们的相关的 冷钱包嘛 然后扣了之后 开始透过很多方法 最后宝姐 他们果然就找出了 整个全部的这个金流 在这个地方 全部的金流来说 我们看有两页 两页来说简单来说啦 这是叶玉昕 汇进来的这个时间点 给叶玉昕的钱 对 给钱 好 那他就知道 用这个钱往回推 往回推来说的话 有一个虚拟货不易 汇出的时间点 然后再往回一直追追追 追到最后 哎 出来的钱从哪里 从这个刘曼清的这个钱包出来的 那刘曼清的钱包 再往前推的话 就来到杜承者的冷钱包 所以整个金流链 就完全连上了 对 就是从这个杜承者 到这个刘曼清 然后经过棘手之后 又来到了叶玉昕 所以整个就是有一个 一贯的这个冷钱包的 这个走势之后 就知道说这个钱 是从杜承者给叶玉昕的 那完全就是 可是不是想说 冷钱包很难破解 冷钱包里面 你要有提示词 你要有这个所谓的金钥匙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今天只要你猜错三次 我就自动消除掉 那你不能暴力破解啊 抱歉 因为他们这个破解的是 所谓泰达币 泰达币来说的话 它有一个中心化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相对是比较好破解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用泰达币 简单说 因为泰达币的价格非常稳定 它跟美金是这个同等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泰达币的话 上上下下 所以大部分的 还是都会用泰达币的来交易 所以如果用泰达币交易的话 那真的是可以查到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看 柯文哲如果真的是用泰达币 如果用其他货币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绝对不是不可能找到 因为还是有可能会找到的 而且刚才讲 难道不是只有给 宁夏派出所的所长 业余信用这个钱 他邦使也是给了多少 等于说24万7千多颗的泰达币 给了当时是价值700多万 给了律师陈世刚 陈世刚在利用他的事务所的地位 在泄露同仁承办里面的内容 等于说我又给了 这个警察派出所所长 我又给了律师 我给了两个不同的人 可是你给了多少钱 我竟然都可以追索出来 追索出来刚刚讲的 当然泰达币是比较容易他 因为他有个中心化 还有个更关键就是 我们现在的北浅 我们当然希望北浅加油了 北浅能够给这个社会一个公道 你不可以让这些人 继续的群魔乱舞 北浅他说现在有一个 非常高规格的数位采政室 而且这个高规格的数位采政室 干嘛我进口很多东西 最新的这一套 去直接跟美国FBI同个规格的 对 没错 好 我们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在建这个所谓大级 所谓科技犯罪来说 北浅有一个叫数位采政室 它在北浅第三办公室的地下室 你看就是类似这样子 有一个数位采政室的看棒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买了一套软体 这个软体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软体要做什么呢 这个软体主要是到这个分析 包括说像很多的这个金流 你要这个虚拟货币 你要怎么去金流 然后币流的分析的 他们有相关的建制的软体 跟方案可以去分析 所以你只要知道 其实点可能是哪里 我就可以有办法 慢慢慢慢的去找 这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你刚刚讲的 你虽然是匿名的 可是你科文者总是一个点 你这个点 这个总是会跑来跑去 我只要找到其中一个点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推回来 因为我们知道 事实上它有非常多的 追查的方法跟追查的工具 这一套软体来说的话 这个难度相当大 这一套软体是谁呢 是美国FBI目前在用的 那我们台湾已经买过来了 买过来一模一样的 跟美国的技术水准 其实差不多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 这个跟时间赛跑 另外一个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买了这个M型化的M化车 M化车是什么意思呢 M化车就是说 很简单 目前会指 譬如说诈骗集团 你找到这个车手 但是你要知道说 他的这个最后位置 在哪里的时候 他可以这样 如果你抓到这个 手机讯号的时候 他可以强制 跟这个M化车 他们就会连在一起 强迫一定要跟他连线 连线之后 我就可以追着你 追着你的时候 到达 我就在用所谓的三角 只要找出三个 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基地坛 我就可以定位出 你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可以找出 你的水房 可能你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就讲 搞不好当初的 这个柯文哲会被定位 就是这样 我强制你的手机 一定要跟我连上线 连上线之后 我就知道 你最后位置在哪里 之后 我就会找到 你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现在有一条消息 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柯文哲说 我只有去过一次 逃出影员 去逃出影员 这一次是因为 2024年1月 我选输了 选输了 小省觉得我心情很不好 所以找我去唱了歌 就人家丢了一个消息 就是 没有 不是20241月之后 你选输才去逃出影员 在2023年的9月30号 你就有单独一个人 一辆车在没有水库的状况下 你竟然进到了逃出影员 我要问的是 没有监视 我怎么知道 你一台车进到逃出影员 没错 所以搞不好 他找之后 已经被MR车开始在运用了 跟他连线 跟他连线之后 找出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搞不好位置 都已经被标记得非常清楚 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法拉地带 是什么意思呢 它事实上 这是一个这个政策室 政策室里面来说的话 它有屏蔽式 屏蔽式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有所谓远端 我可以用这个云端 或是用什么方法来说 操控手机 然后把它毁坏 他现在你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手机放到那里面的时候 保洁你怎么 没办法 你没办法从远端进来 那里面的序套 完全都是屏蔽的状态 所以来说嘛 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次 告诉你 北检他也有他自己的 科技办案的这个手法 那现在就是看 北检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来解开柯文哲的这个大谜团 好 回忍 刚才讲的柯文哲 这一路走来 最不可思议是 他什么钱都敢要 什么钱都敢要 昨天黄虫人 那个最有临障感是 他说是柯文哲 直接打电话跟他要钱 跟他要钱 你跟他讲说 不行啦 我是支持我 我不能给你 我不能给你 如果给我不方便 你可以给木可 你说这就并够了 因为第一个 木可就不是你洗钱的工具 木可根本就是你 收张的门面 真的我们以为 木可可能是B to C 也就是小草们 他们要买一些购物 买一些支持你的小物 什么的 他可以在网站上买 没有想到木可 竟然可以B to B 什么叫B to B 你这个蝗虫人 难道你是要买 木可的小物吗 显然不是 那你要引荐木可 做什么生意呢 所以这个其实 我是非常的觉得 匪夷所思 所以现在换句话说 木可他现在 所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多了 我们本来以为 木可只是一家公司 专门承接就是 柯文哲竞选总部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 显然不是 他还有对外营业 也就是说 我今天跟人家要钱 你说你不方便给我 你不方便给我 你就是给木可 那木可不是讲说 你是卖小物的吗 你不是卖礼品的吗 你怎么做生意呢 没有 黄虫人讲说 我们委托他做什么 做一个广告调查 那广告调查什么东西 你随便给他个数字 他根本就是买空 卖空的地方 就完全不理解 那你广告调查 你木可里面有人员 可以做广告调查吗 还是你又转包给求真民调 然后求真民调 在呼噜一溪里呼噜 给你开900万吗 不知道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从头到尾 他说给木可 反而讲中了一件事 原来木可所扮演的角色 不是只有一个帮忙 他委托生产 或者是卖东西 给小草的角色 原来他可以接受 企业客户的订单 他可以接受军款 我给你讲这事就大条 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看过 以前那个陈志涵讲了好几次 木可是一家独立公司 木可的财务我们看不到 找木可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减少沟通 而且他比较不会骗你 这个选举很多人服报钱 所以呢 这个选举就是流水账 高老半天 从头到尾 木可这家公司的员工 就是你们自己的员工 那有没有服报 服报多了 服报多到你看下面 所以我们账都是乱的 所以我们的账都是假的 服报最多的就是给木可 多到什么 6月23号木可公司 这家公司员工还可以去 巴黎岛员工旅游 你看服报多不多 再来我们先给你好好的算 这些账 他跟附和光是从进走 给木可的账 多到什么样的地步 还记得吗 这个你光看 他说这是陈志涵 自己在记者会讲的 他扯一大堆 他说我们跟木可 后来发现我们有点问题 你知道吗 这个竞选总部总共拨了3000多万 给这个木可公司 光是这3000多万里面 就有好几条有问题了 其中一条我个人认为 最大笔有问题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讲的1360万 你看哦 这个就是他们跟你们的 政治现金进来的呗 有两个 一个是存捐款 一个叫做斗内换小物 那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是说 现在的要求说 现在木可把我们处理 我的成本的10% 变成刚刚讲成本10% 木可如果收了1500万的授权费 10%就代表什么 木可至少进账 有1.5亿 那要问的是 那1.5亿去哪了 对 这就是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我们本来以为 木可公司只是单纯 接受进总的一个下order 有点像承包商的角色 没有 木可公司是平台 是接受小早 直接在这个平台 捐款换小物的 所以光用他这样换算 至少有1.5亿 那现在我问你 你1.5亿是借木可的帐 还是借你进总的帐 其实他这里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 都没讲 而且第二个更荒谬 他现在讲说 木可说呢 那个1.5亿是销售总额 所以他给我们扣了 他认为我们要给他1500万 后来我们今天这次查之后 我们觉得不是啦 是我们要制作 那个木可小物的成本 总的1500万 里面的10% 所以 他现在给他提给 问题是我就问你 我觉得民众党最妙是 他们都在说谎话 对 睁眼说瞎话 但是在睁眼说瞎话 说谎话的时候 他会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 这个实话就是说 我们当时给他1500万 是因为处理费用的成本10% 所以成本10%我们在回推 那你不是进来 整个有1.5亿吗 那1.5亿他说 不是啦 不是进买的这个总的钱 是我们制作的成本价了 那成本价是1300万 我觉得那是反正是假的东西 重点在于 如果我用1300万的10%回推 你就是有1.5亿啦 对 你的1.5亿倒在哪里 而且只有1.5亿吗 搞不好更多 搞不好更多 因为这1.5亿里面 有没有包含 刚刚提到的黄从仁 没有 对啊 不知道啊 而且这些钱都不见了 都完全不见 一样这些钱都不见了 知字不提 他们现在把它讲成 我问你啦 还记不记得 那个木可公司证实 有汇一个450万 给柯文哲 他说因为是肖像权 那我问你 木可公司有可能 只收你进总 135万左右 结果还吐回 450万给你吗 他自己赔300万要干嘛 怎么可能 所以到底木可 收了多少钱 其实那1.5亿去哪里 是进木可 还是到哪里去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是个名 而且我们想讲过 木可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因为木可所有的成本 你连你的胖卡车 都是进总出的 也就是你这1.5亿 是实打实的进赚 进赚而且更可怕的是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应该说这1.5亿 是柯文哲洗的1.5亿 对 这1.5亿到底在哪里 可能就在 我们本来以为 那个山西布置室 是5千两黄金 现在是柯文哲市长的 1.5亿黄金 到底在哪里 是在你家里 还是在冷钱包里面 而且除了刚刚讲的 那个之外 现在又被我们抓到 他当时又不小心讲出来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这个会计师虚报不实的呢 有7笔 这7笔总共1900多万 里面有尼奥啦 有什么 但是竟然有456 这3笔是给木可 你都已经给木可了 怪的乱七八糟 你竟然还有3笔 加起来750万 又是福报给木可 所以你这样算来算去 你到底从头到尾 给木可 这边透过木可 起给木可 掏空进总 前进木可的金额 有多少 所以会说你说 你简单算 昨天我们虽然讲说 多算的钱 4.7亿 进到了柯文哲首当 这个就是金额 你说没有 你简单随便算算 那都在10亿以上 这怎么算都应该是 超过那样的数字 而且我跟你讲 更荒谬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呢 就是那个柯文哲 已经被抓去关了 那其他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左右手 大臣现在也被 被升压的 被升压 然后那个被禁管 被禁管的 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木可 这个相关的生意还在做 怎么样还在做 最近什么 草地音乐会 11月2号 他们要有一个 大家 他们要收了吗 什么收了 他现在还告诉 还叫你继续买 继续捞 继续捞 他现在跟你讲说 我们有这个野餐 所以我要卖袜子 袜子 你照片 我真的要看 谁敢穿这种袜子 司法要公平 程序要正义 这也不可思议 他连袜子都卖 所以到去 我都心里想说 怎么样 你是不放过小草吗 你们所有你们的诈骗集团 柯平园区的祖贤 柯平园区的左右手 柯平园区的帐篷 全部都已经被深淹了 被深淹 你们柯平园区还持续在运作 所以是谁在运作 是陈志涵在运作吗 是黄森森在运作吗 为什么你们还有办法继续弄继续拉 而且他们还有连讲 手刀预购起来吧 对 还手刀预购 而且这一次我跟你讲 他还叫你弄四人座 家庭的四人座 他觉得小草一个一个 太麻烦了 他直接把小草整户一起 归章了 蓝绿政党 如果你办这种野餐餐会 你的野餐店 你的基本设施 一定由政党来提供 政党来俗立 哪有说 我叫你来参加野餐 然后你自己的野餐店 你要自己买 还有你的袜子 我还要卖给你 袜子什么 司法要公平 程序要正义 我这边不是说吗 他其实就主要卖三招 就是卖惨 卖蓝白河的美梦 然后再卖穷的 然后再卖一些 有没有 就我现在 我真的要道歉 原来不是只有柯文哲在卖 民众党现在也卖柯文哲 把柯文哲现在的惨况 拿出来 好 初位 刚才讲的 民众党现在是讲 你现在根本没有金流 你现在是压人取贡 压人取贡两个月还不够吗 你说现在的问题不是 你不要这边积飞城市 重点不是没有金流 是钱在哪里 对 重点是金流都浮起来了 而且金流的相关人等 很多都已经承认了 但是最妙的就是 钱在哪里 我觉得连给他钱的那些 我听说连给他钱的企业家 都在想说 他钱都放在家 民众党也没那么多 李树德那个财交没有金流 李树德是 你谁给他钱 怎么给钱 但我真的是不知道 这个已经很清楚 谁给你钱 怎么给你钱 这个已经都清楚了 只是进到你柯文哲的口袋之后 你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对 所以民众党不要再说 没有金流 炒不到钱 那是柯文哲厉害 北俭这一点 落产没有错 但这一场 所有的犯罪 都是司法跟罪犯的斗志 斗狠跟斗勇 所以北俭确实是找不到 那一些真金白银在哪里 但是北俭找到了什么 北俭找到了 有人承认捐钱给他了 北俭找到了帮忙募款的人 北俭也找到了 去拿那些钱的人 只是那个人现在不敢回来 而且不管怎样 他都不回来 不发声 不吭声 所以北俭找到了这么多东西 那柯文哲到底钱在哪里呢 我们只能说他很厉害 好了 那这个过程里面 今天也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北俭一直在提训一个人 叫彭正生 我告诉他 柯文哲用人 基本上跟专业没什么关系 你看他八年换了一百多个手掌 有能力的人都有点骨气 有点个性 都会不爽自己求官而去 像这个林周明一样 但是柯文哲用人 第一个对他的人脉 政治人脉有没有帮助 第二个对他的募款 钱脉有没有帮助 比如说黄珊珊就是清明党 邓家基就是新党 这个蓝世聪就是民进党 周一宣民进党 通包 每一个党我都有 然后钱脉 谢明珠市长办公室主任 要帮忙募钱的 邱佩玲闺蜜要帮忙募钱的 彭正生是什么角色呢 彭正生是帮他做客服 跟业务的拓展客人 跟服务到好的 比如像金华城就是客服工作 彭正生是在2017年的 大概10月左右 是柯文哲从高雄挖来的 一开始只当公务局长 但是一年之后 就一年哦 火速变成副市长 然后最后更身兼四职 副市长 都委会的主席 然后北农 所以大家知道彭正生 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县市首长 最大的两个利益来源 左手跟右手 一手叫做点时曾经 一手叫做无中生有 点时曾经就是都市计划变更 农业地并住宅地 然后工业地变商业地 这叫点时曾经 我帮你变更 你的价值就不一样 一个叫无中生有 荣基奖励 你没有这些荣基奖励 没什么劲 我下你 往空中盖 那这两只手都在谁身上 都在彭正生身上 为什么 因为彭正生是副市长 督导着公务局 督导着督发局 这相关的 所有跟钱 跟不动产有关的 都是他 所以彭正生 在市政府的时候 对于柯文哲 交办给他的使命必达 包括地狱雨果市长 你就是要给我标出去 检项发包找到业者 你就要给我搞出去 第二个金华城 你就是给我桥定都委会 你要怎么开会 你就假装没听到 都委会成员反对 你把那个反对都换掉 我都没有意见 反正你给我当PM 处理好 这个叫客户服务 那拓展客源呢 大家知道2018年 跟到这个2022年 彭正生其实都有 扮演木宽者角色 因为他接触 因为他接触的都是这些 建商营造厂等等 这些都是利润最多的 我告诉大家 大家一直说 你看柯文哲盖了 1000多亿的社宅 这个就是跟建商为敌 错 我告诉大家 1000多亿的社宅 工程款几百亿给谁 给谁 给营造厂 营造厂大部分都是 建商的关系企业 柯文哲盖最密集 热载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2016年到2018年 是台北市房屋市场 冷冻期 建冻期 就是成交量低 然后整个房市不太景气 是从19年疫情 20年开始 房地产又起来 所以那两年 我听很多营造厂都 感谢柯阿伯 感谢 好在你一直在盖色的盖色 我们的工班才有头脑 可以做 我们还有业绩可以做 原来是这样子 对 有一次我发现一个 这个来标社宅的建设公司 我听都没有听过 然后杜发卷工讲说 台中的建商 台中都来了 我说为什么台中的建商都来了 他说 因为我们这里有行李合作 我们这里有工程 百亿没有 因为只要没有工程 他们这些工人 你还是要养着啊 所以他们就要去标 政府的案子 公共工程嘛 那台北市政府 那几年 最大量的公共工程 就叫做社宅 好 所以我懂 刚刚讲的 彭政生最近就一直被密集的 这个所谓的约谈 密集的约谈 本来讲说是金华城 你说没有 彭政生的身上 有太多的故事了 你说现在彭政生 不断地出来 就代表 他有可能全部的招了 全部的招了 不是只解开金华城 他身上有很多的秘密 而且还有讲 选举的时候 他是重中之重啊 我今天中午 我记得直播 我要跟网友 在这边保证 或是说吹牛 我说彭政生 明天就会放出来了 我刚刚听署惠讲完 立刻收回 彭政生一定会延压 会延压 刚刚这个讲到 署惠讲到这个程度 怎么能够不压的 非压不可嘛 不一定 因为他都老十招了 这个均额太大了 均额太大 而且延续太久了 我今天听完 因为他有工程发包 然后他有土地变更 这两个开玩笑 这两个都是大家 在警惕最坏的时候 最需要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现在半科文哲的 不是只有金华城案 是所有他干过的事情 要全部查一遍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他连募款的名单上面 是不是有二十万 有三十万 有五十万 对 他如果连二十万 三十万五十万 都要的人的话 你认为他会放过那些大咖吗 他会放过彭政生的那些 这种千亿的发包金额吗 不会 不可能嘛 他就是天上有鸟飞过去 他就要扯一根毛下来嘛 他就变成坏习惯 我刚刚讲了 他是贪污成性 这样也可以解释成 为什么彭政生 在一年时间之内 可以称赞副市长 然后一直到他离开这个 到柯文的任期结束 就他们那个整个 是个共犯结构 这样解释得通了 那我今天中午讲错了 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人际关系 晚上学会 明天彭政生应该继续要压 然后彭政生能够讲的东西 我认为在金华城部分结束了 那个已经没有了 就是说金华城的土地案部分 那个我认为北柬已经巩固了 不会有问题的 那对于金华城的后续的案子 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 是北柬有意地放出来部分的东西 是做新闻用的 但是我相信北柬手上有更多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你相信北柬 一定有嘛 北柬今天你有感觉到他很急的 要把橘子抓回来吗 没有吗 没有感觉 因为橘子很容易嘛 三张船票发出去 立刻发通级取消 这个取消护照 两天就办完了 北柬留在举止在外面 我当时就认为说 继续严压柯文哲 这个就是要压柯文哲的理由之一 但是我今天听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认为柯文哲的 这个范行累累 竹繁不及废宰 太多太多太多 他繁走过每一个阶段 秋风草落叶 他没有不贪的东西 因为你二三十万到几亿几亿 他都要 对 所以我认为 彭正生今天如果说要让他自己的案子 要能够建功的话 他应该要咬更多 这客问这个东西 那我认为彭正生应该已经咬了不少了 因为你看看 周宇修 跑到北柬 北柬问他什么 问他你为什么离开民进 法官有那么无聊问这种问题的话 如果检察官那么无聊 问周宇修这种问题的话 你认为他会不会问一下 这个彭副市长 你这个社财的时候 他有没有贪污 他够一够问两句 对 加减问 加减问他加减答 他答这个我有什么好处 你给我减免减刑 当然要本案才能减刑 他这个净化成案他减不掉 那其他案子的话 他有豁免的机会 我认为彭正生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其实说北柬怎么助理彭正生 因为现在很简单 因为赖政府搞什么鬼 那这种冲突在拉高的 态势的民众党 已经把袜子都搞成了 司法不公了 那你说赖兴德怎么混呢 那你就没跟你拼就不行了 因为袜子穿在手 司法要公正 对 司法袜子穿在 袜子穿在司法不公正 就跑出来了 那一顾也给我 应个司法不公 那怎么办呢 我赖兴德非跟你拼不可 现在我搞懂了 这个真正的关键人物 是已经在手上的彭正生 他还有很多很多 建功的机会 好 所以 也不 就跟你讲到台北 他干了八年市长 所以现在最伤心的 像我台北市民 我就很生气 你把我八年 四年 八年给耽误了 八年耽误了 你还搞了这么多 狗屁刀招的事情 所以现在大家都问 他会不会关绕室 我不管去到哪边 我包含去菜市场买东西 摊商 遇到我的人 逛街的民众都在问 柯文哲 到底会有事吗 他敢不出来 大家都关注这两件事情而已 有的还会在外加三次金 都问得很凶碍 还会摸摸摸摸摸摸摸 他们讲说不用这样吧 快让他死 不能让他出来 这个是很多现在基层的民众 都会觉得说 而且他下一句会怎么接 他说 冬冲我都怎么给他提起 对 都是接这一句话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你就知道说 柯文哲他这个十年来 的人设的崩坏 的速度 真是超乎大家想象 我再讲一个 我刚刚讲说 他推很多这种 就是剥夺人民小确幸 他另外一手怎么样 他跟这个财团之间的关系 就是绵密啊 光讲中宫好了 你说什么 雨果市场 简像发包 大家不要忘记 不止雨果市场 还有很多重大的公共工程 信义东延段 对 你知道当时飙了三十几亿 结果是谁 又是中工 然后呢 他光这几年给我们追加 预算追加多少 将近快十亿 然后工程又延宕 本来2024年应该要通车了 应该要完工了 结果现在要到几年 2027 差三年 差三年 而且这个中间他现在已经 追加预算将近超过八亿以上了 都不是追加一倍了 对 那他的赞 他原来的比例 原预算的比例 超过百分之二十几了 那你不知道他之后还要追加多少 而且他用各式各样的理由 一边延宕工程 对 一边又来跟你要钱 那跟今天雨果市场不是一样吗 他说你不让我盖的话 你就变烂尾楼 对 你捷运不让我追加预算 你就变烂捷运 我就盖不下去了 我就盖不下去 他是这样子搞的 他是用发包给中工 然后来威胁我们现在台北市政府说 你一定要给我钱 对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说柯文整 我现在回想 难怪他当时 记不记得他在那个记者会 他说暂时请假党主席的那个记者会 记者不是问他说 那你去陶珠影院唱歌 有没有 他承认 他说 那是财团啊 也是小市民嘛 原来这句话我终于懂了 因为他跟这个财团之间的关系 他一直以前都跟我们讲说 我这个人最清廉 最清白 我跟财团之间 一定会维持好这个关系 就现在USB里面的账 你怎么样子亲自去拜托人家 我觉得民众党更好笑 柯文整是偷了你们的钱的 包含邱佩玲 包含谢明珠 他们这个叫什么 我觉得他不是偷了民众党的钱 我好奇的是 民众党是不是蛇属一窝 大家都偷钱 如果不是大家都偷钱 怎么可能这样有志一同 他们这个要共犯结构嘛 他偷的是小草的钱 是 小草头来以后我彭分瓜佑 你看保洁哥分两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他们这个绝对是共犯 你还记不记得民众资深的斗内 虚复一开始讲说怎么样 被他踢爆的时候他就说 没有那个钱喔 后来没有进来 我们没有运用 有没有进来 他为什么被检掉约谈 他就承认了 对确实就是民众资深的钱 进到木可公安公司嘛 所以我跟保洁哥讲 民众党只要否认的事情喔 就真的 就是真的 你要反过来听你知道啊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柯文哲说他没有买房子 我在踢爆他的时候 我是礼拜一开记者会 他礼拜五还在发脸书说 没有啦 我们只是看一看 那个管理费太贵了 我们买不起 就此打出 真的买了 那那是已经买了嘛 然后再来 他说没有钱留到私人的口袋 有没有留 留了 留的可多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 这个陈佩琪 ATM的存钱 那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 这个都是幻想的 那后来有没有 有 对啊 那接下来 他们那时候就是 他在查假账嘛 对不对 搞半天搞了两个多月 原来是假查账 你知道吗 假查账 对啊 现在连这个党工的钱 你们都可以乌 那你们前面两个多月 一直在跟我们讲说 什么尼奥啦 食乐 这些短报 漏报 虚报 我们要去补证 结果最近才又被爆出说 你这个 连这个党工的钱 你都要扶报 那钱到底跑去哪里嘛 那你们整个民众党 你到现在 你有没有对外说明 没有 所以啊 我就说 这个叫蛇属一窝 全部都是共犯 最可怜的就是像这种 什么谢明珠啊 这种啊 什么熟女兵团啊 以前都在帮柯文哲 包含邱佩玲他们这些人 默默的去帮他 他装穷嘛 他去帮他募款嘛 结果募回来 本来一片真心 想说要募给民众党用 没有想到 全部的钱 变柯文哲的钱 没敢讲说 现在黄国昌 讲的话很硬 说我们支持阿贝 一步都不让 我们要让阿贝 把国家债给拿回来 甚至跟他讲的 阿贝的清白 就代表台湾的未来 可是他现在还有小草 在跟随吗 本来台湾民众党 在台湾有两个县市长 那么第一个 这个等于高宏安 他已经因为 班七年四个月嘛 已经停职了嘛 另外一个是 金门的陈福海 请问他到底 还是不是民众党员啊 那如果他还是 他真的要退党吗 如果金门县长陈福海 还是民众党党员 因为民众党说 他还是我们党员 那问题是 那为什么民众党 到这个十月的时候 去金门 声援阿贝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在 很简单 为什么他不在嘛 很简单嘛 那小草还有没有 1月13号 那个时候呢 还有369万票嘛 但是我告诉你 已经腰斩一半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数字会说话 柯文哲是全台湾 这十几年来啊 最重视数字的 这个网路流量的 这个政治人物嘛 因为他靠年轻人 靠网路 然后呢 不断地洗脑 洗脑 洗脑 然后让这些小草们 愿意一个月才 这个赚几万块 愿意董类给他两百块 董类给他几千块 这样子嘛 我问大家嘛 最近这几场的造势 你知道惨不忍睹 到什么地步啊 有惨不忍睹 济南路那场 好歹还有一两万个人 对不对 然后紧接而来 西门町只剩下五百个人 当然啦 你也可以说很多啦 如果你把下面的捷运板 南线那些列车 卷步算进去 有好几千个人啦 等到之前的什么新北啦 桃园啦 这场子 我跟你讲哦 真正可怕的是 礼拜六的新竹场 你看宝洁 你知道礼拜六 为什么新竹场会很可怕吗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在全南环 得票数最高就在新竹 你知道他的新竹是得票 还打败了这个 等于说侯友谊 然后呢 九万多票耶 百分之三十几耶 在竹北在哪里啊 新竹县市他得票率很高 他们摆了一千张的这个椅子啊 估计应该哦 超过一两千人来 你知道来了多少人 多少人 来了很多 六百个 就是六百个 你椅子都坐不满 好 不给面子就算了 新竹市是本命区的本命啊 只来了六百个人 隔天 在这个屏东 你知道来了多少人 多少个人 一百个人啊 一百个人 他们的讲法说 因为那个地方是绿营的这个 本命区 你错了 看看去年 事实上去年 柯文哲在很多地方的造势 不是怕死人 在台南 在高雄 在台北的造势 也是一场一场 那么多人啊 小草为什么剩下这样子 和其 撩落 和其 这个等于要冷清啊 因为你柯文哲 干的这些事 是跟钱有关系 你伤了众多小草 跟中间泛民的心啊 在这个礼拜 北剑要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 你到底是要继续严压 还是你这个礼拜要起诉 不管你要起诉 或是你严压 都会面临一些政治风险 因为如果你要严压 那要看 你严压的理由 法院接不接受 只要你被法院驳回 严压不成立 那个对北剑来讲 那就是一个重大的挫败 好 如果你要起诉 起诉的内容 如果只有图例 起诉的内容 如果不能让这个社会信服 对北剑 对民党 也是一个重大的伤害 所以你看 现在民众上 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现在根本不是让你 给你打一个法律案 我给你打一个政治案件 所以你看 黄国昌现在油门 越采越紧 越采越凶 黄国昌怎么讲 黄国昌讲 现在民众党挺柯 我们是一步不让 而且他也特别强调 柯文哲个人的清白 就是台湾人的未来 甚至要把这个政权 在阿贝的手上 重新拿回来 可以说话讲到了极端 而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的柯文哲 柯文哲在18号的时候 去见了他的父亲 现在也有媒体传出来 他在当时见他父亲的时候 他非常的愤怒 甚至他居然讲说 他现在跟民进党 有不共戴天之仇 也就是把这个调子 继续拉成一个政党的对抗 继续拉出一个政治的对决 所以想问的是 这个礼拜 我们看北俭 你到底是要延压 还是你会起诉 不管延压起诉 我们要问的是 那北俭已经准备好了吗 走 我们刚才就是这个礼拜 北俭面临一个抉择 你到底要延压 还是要起诉 因为你现在两个月时间到了 你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可你说现在北俭起诉的几率 非常的高 虽然柯文哲现在要政治解决 甚至他在去看他父亲的时候 还传出来说 他跟民进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可你说潮水总会退去了 潮水退去之后 柯文哲有没有穿裤子 就非常明显 因为现在 我不是只有把你政治现金开 我把你所有的钱 全部粒粒粒粒看了以后 最简单的是 柯文哲现在有两亿多的钱 你讲不清楚 我光是把这两亿多的钱 怎么进来跑不出去 不见了 你柯文哲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宝贤这个礼拜来说的话 是北俭的要不要起诉柯文哲 或是言爱柯文哲 非常关键的一周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宝贤你知道 民众党在做什么事 他在做政治的对抗 反正事实不重要 我要做政治的对抗 做政治对决 怎么对决 宝贤 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他周末的时候去看他爸爸 他爸爸不是已经病危了吗 然后就加入病房里面 现在传出来什么 传出来他上靠 然后听了父亲的整段报告之后 流泪 然后流泪之后 抱怨什么 抱怨说他现在被羁押的处境 还有对民众党 民进党的不满 认为自己遭到绿营的陷害 现在有了不共戴天之仇 跟绿营不共戴天 甚至他最后还放弃了 签了作为放弃急救的同意书 看起来的话 整个家破人亡的感觉 然后我跟绿营有不共戴天之仇 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说 这是一个政治对决 然后所谓柯文 这个黄国昌在外面说什么 他说我们对挺柯文哲 一步都不让 然后柯文哲个人的清白 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讲的就是 哇我要跟你对决 柯文哲个人清白 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对好 讲得非常强对不对 可是宝贤 事实是这样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这样 你看他们造势的场合 人都稀稀落落嘛 不是你讲的那么强硬 哇我 这个个人清白 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显然去认同 你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并不多啊 你说门前冷落车马戚 网路上看的人也不多啊 为什么 因为宝贤 今天又爆出一个最新的嘛 他们连这个员工的薪水 都可以假报嘛 都灌水 灌水嘛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说 你跟民进党 什么不公代念之仇 而且现在大家本来担心说 你这个礼拜 你不管是要严压 这个礼拜 你不管是要起诉 对 那你起诉的东西 到底够不够 你如果要起诉的话 那个USB 不是讲说那个USB的金钥匙 或者是那个提示词 柯文哲完全不招供吗 如果你今天不能把那个金钥匙 不能把那个加密货币 可以解开的话 那你有足够的资料 来起诉柯文哲吗 但是你说不用担心 因为目前的资料 柯文哲居然已经有两亿的钱 你根本就来路不明 而且两亿还是我们最简单算的 如果你现在看到一个新的资料 柯文哲居然有很多的建商 在蓝白盒的时候 就要给柯文哲钱 那再加一亿多 柯文哲现在剩上钱 至少有三亿 有三亿交代不清楚 宝杰因为检调不能透露太多的讯息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 那你会觉得 怎么好像办不下去 这个的确我们现在讲到那么多的问题 好像没有一个直接证据 但是宝杰 我们就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数据来说 柯文哲我只能够用四个字来说 他的罪行是 庆祝难输 庆祝难输 为什么这样说 你说现在已经够了 够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光是木可 他们就洗了四千万 然后木可现在 到停业了没有 没有 大家完全不知道 今天还有 还有嘛 所以你看木可这件事情 就是一笔烂账 再来呢 你要食乐求真 这么多报价账 这么多报价账 这些都还没有给你追究 另外什么 那就两千七百万了 你的基金会 然后你的新台湾智库 也是在里面报价账 光重乱就两千万了 那你更不用讲 今天的这个党工党人头 福报新智这些问题 光是这些金额 你的这个政治现金里面 就是一笔烂账 这么多的烂账 然后你从四月到目前为止 都做不清楚 现在里面问题这么多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检调都还没有跟你算 那你更不用讲 金华城的210万 这是确定板上钉钉 已经有的嘛 那其他还有什么 冷钱包没有问题 你只要已经确定 里面是冷钱包 假设这个审刑金愿意讲话 那完全就突破 所以目前为止的证据其实是足够的 那你更不用讲 还有其他可以 所以你的意思说 虽然现在很多人把目光放在冷钱包 好像如果这个冷钱包不能解开的话 这个事情就不能bingo 这个不能bingo的话 柯文哲就可以逍遥法外 可以你说 冷钱包不过是中间其中的一个金额 你如果说 先把冷钱包来讲 你的木口的4千万 你的中王基金会的2千万 跟你要食乐求生这些灌水的2千7百万 再加上你整个竞选经费里面 那些不当的支出 你说好不当的加钱 你现在算就已经有2亿 2亿之后 现在又传出来消息之后 原来在台湾有很多的建商 希望蓝白河 就在那个时间里面 光是给柯文哲的 就1亿多了 我们事实上还有USB USB里面不是在约谈的林志朗 约谈的林命群 陈英柱等等 这些钱都没有算在这里面 这里面也是 另外还有什么 最近这个报导是什么 在当初要选举的时候 有蓝白河 挺蓝白河的这个北部建商 很多人集资 集资听说有快要1亿 然后请柯文哲来吃饭 然后准备把这个钱捐给他 可是保险知道 柯文哲他说 一到现场就猛吃 然后也不跟柯文 资车者聊天交际 姿态很高 吃完就走 领完钱就走了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保险简单的说 因为金额高达商议 表示柯文哲这种团 非常多嘛 所以你的意思说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觉得柯文哲很高 柯文哲不屑跟这些建商的来往 所以你要搞个饭局 我就来了 来了以后我就吃饭 吃完饭我就走了 我不跟你们打交道 代表我非常干净 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你说这个的重点在于 这个上亿的资金 看不在他的眼里面 如果你真的那么清白 你真的那么干净 你真的不喜欢跟财团来往的话 那你为什么 跟沈庆金 你为什么 跟星光 如交自欺 对啊 跟沈庆金去招待所 那么多次 那你意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些钱 我看不在 上亿不在严厉 拜托 你好不好 我这个 金华城这个案子 至少有好几亿以上 对 更多嘛 所以我才跟你讲 你这么多人 这么一亿 我一个人 就几十亿了 沈庆金 你看我帮他搞 那个好几百亿了 他又要给我多少钱 虽然也讲 实际上我们没有错 我们目前为止 没办法看到 金流真正一刀斑命 让柯文哲能够 完全就是死路一条的 但问题是 从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所有人 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 是非常清楚的 他真的是有 非常多的罪证 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再给减掉一点时间 我相信是一定办得出来的 好 宇峰 刚才讲的 这个礼拜 减掉也就在今天 北减以及民众党 就有一场生死对约 这个礼拜刚才讲 你要么就要严压 你要么就要起诉 不然的话 你总是要把审经纪放出来 不然的话 那个什么也等 李小辉你不能再压去 所以你说 现在氛围不对了 因为什么 你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是 过去连政组只负责进华城 对 过去北极组负责这限制限制案 现在已经打散了 如果这个消息出来 代表有新的进展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时间一点一滴 已经没有太多时间 可以让减掉浪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来积压的话 你就是两个月加两个月 你要么就是在两个月之内 碰 最漂亮的事情 起诉 起诉 而且你要起诉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东西要丢出来之后 让大家 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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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马上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在这时候起诉 要不然的话 你就要申请延压 延压的话 你要想想看 你就把球丢给了北院 你丢给北院之后 你延压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部分 你不能够像之前的一样 你一定要现月 你一定要有一部分 你没办法完全拿出来 为什么 因为表示你案子还在办 如果你在你的延压厅 你把东西全部丢出来的话 他的律师看到了 柯文哲的律师看到 会不会跟柯文哲讲 一定会 因为这个延压厅 大家直接怨卷都清清楚楚了 所以你说如果现在我要延压 等于是我把球丢给了北院 北院不是说 可以完全听明白 是如果他没有配合我 如果今天北院没有鸡压 重金交保 那都很可怕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把这个严压厅的时候 把柯文哲主席接出来 然后最后北院认为 可以用聚保代替鸡压 鸡压是对人生 对人权来讲最大的一个侵害 你把人关站在里面 然后他再从北院走出来 就像当时 那时候北检第一次要压 他没有压成的时候 那时候现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肯定是天崩利裂 对北检来讲也是天崩地裂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不管是严压 不管是起诉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把他案子办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第一个 联阵署跟调查局 你们两个还有没有心结 这篇新闻出来是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就说你们不能再有心结了 一切以大局为重 其实这个画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天的时候呢 很多人在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联阵署 啪啪啪啪 哇好像很漂亮一样 然后调查局呢 就默默的鼻子摸着 然后呢去报的六箱 六箱 可是你知道吗 这六箱里面才是大秘宝 里面很多的东西 六箱才是关键 对这六箱里面很多东西 你不用再去 找其他的一个附件来对比 他们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们里面竟然就有一些对比的资料 而且呢这些对比资料 是把它放在同一个箱子里面 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 所有的金流 所有重要的东西 都在调查局那里 所以调查局现在要不要把东西交出来 要不要把东西来补强廉政署 其实这个至关重大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呢 新闻就是陈峰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都会论功行赏 赶快把东西交出来 然后需要一个漂亮的胜利 因为你现在要起诉的话 柯文哲主席 现在已经把这个调性拉到最高了 你一定要起诉的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你说现在其实东西都有 现在这个账策就在调查局的一个手上 就算这个USB 但是不就算USB 你不查获 我中间已经有数亿的金流 因为里面的金额 包括你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已经有数亿元 柯文哲交代不清楚 对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把廉政署的东西跟调查局的东西 金流凑在一起呢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这些消失的钱 太多太多太离奇了 消失多 这些钱的话已经接近两亿 那接近两亿的这些钱 一定会有一个去处 那这个去处 到底是不是用大选 一笔一笔捐低入海 把它弄进来之后 那你就要把它弄清楚 那如果就算只有一笔被找到的话 其实你说要把绊倒他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加上之前的猪牙虎那些人 其实金额都够 但是现在检掉要的就是一刀毙命 而且要绊得漂亮 不是 这礼拜刚刚讲的 就要面临着一个抉择 你要严压还是要起诉 你说不管严压或起诉 这个礼拜就是北检 以及民众党的生死对决了 我的好朋友吴中宪立法委员 他曾经当过检察官 他私下跟我聊过 他说如果柯文哲 如果严压没有通过的话 那检察官或是北检 就非常难看了 就巧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换言之讲 严压是势在必行 不只是严压 我个人从政治上来看的话 赖赏绝对让他关到执行为止 什么叫关到执行 就是积压是为了侦查 然后后面的积压是为了判决 所以他会一直被到了判决的接押 所以你这样会认为说你就是政治判决 你这样就没有办法服众 那是那个是你在讲的 检察官从来不管这种东西 那个法官也不管 我有个好朋友 曾经很有名的蔡豪 他为了打官司跑去到法院 他打完官司就跟我乖工了 他跟法官讲了三个小时话 我说怎么样啊 他说哎呀 我讲了三个小时 法官一直很耐心的听 听了好得不得了讲给我听 我说哎呀 我说恭喜恭喜 过了两个礼拜 判决出下来三年六个月 三年六个月 法官说不管你 你说你的 我嚇我的 你讲你的 少在那边垂八丘 今天台湾最大一个垂丘什么样 柯文哲 柯文哲嘛 我遭到绿营陷害 现在有的不共在天之仇 我现在告诉柯文哲 不是绿营陷害你 是吴子佳陷害你 你跟我不共在天之仇 试试看 你们这种贪污犯 我当然跟你不共在天之仇嘛 你有个屁用 这第一个我想很简单 他们都把政治解决了 都说整个民众党挺磕 一步不让 阿伯的清白就是台湾的未来了 所以我讲给你听嘛 他高估了民众党的政治能力嘛 对不对 他巴西立委 根本上在立法院内 都是一群无用之辈嘛 唯一的一个局叫 讲话大声就是黄国昌嘛 我讲的黄国昌 真的一步不让的话 他就到柯文哲的台北 台北看守所门口自 绝食 绝食就好啦 我要跟你拔西东 我要你拖西东 就跟你拼嘛 对不对 他敢嘛 你说这才是生死相活 所以胡说八道 然后嘴巴最坏的 嘴巴最丘的 一天到晚骂人 只会贪污人是谁 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嘛 这种人怕什么 有本事来找我吴子佳 我告诉你 我从来不跟你嘴秋 所以我们就被他吓到了 对 所以说很简单嘛 要查核一下他的过去嘛 一个台大医生 你有什么报酬能力嘛 不共在天又怎样呢 我最火蛋是什么 因为他骗我嘛 你骗你 他当然是要辜负 他不是在骗你 他栽责你 他辜负了台湾多少人 他到处栽责 所以只有嘴巴秋嘛 你居然在利用你去看你父亲的病的时候 他要干什么 他就希望把民众党推上火线 巩固他的力量 希望能够靠民众党的巴西立委脱身而出嘛 这个希望早就破灭 没了吗 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告诉你赖上把你关到八十岁 一点机会都没有 他不是讲吗 现在蓝白河比绿海大了 蓝白河比绿海大 蓝白河有用吗 没有吗 有在哪什么时候发生过作用 哪一个人是咖 党在比比看 没有一个是咖嘛 对不对 他唯一的里面有意义的是一件什么事 就国裁办挺他 我看到了嘛 对不对 这种人能够在台湾混吗 这种党在台湾来混吗 被国裁办支持的政党 在台湾有前途吗 你讲给我听 好 瑞德 大家就非常好奇 这个礼拜刚刚讲的 要生死相搏了 到底要严压 还是会起诉 检察官手上到底有证据吗 那么因为呢 包括沈清晶 应小魏 吴顺明他们比较早 然后呢 柯文哲跟彭正山他们比较晚 但是只差一个礼拜 所以要严压的话呢 那么应该会同时进行同步的这个严压作业 那么这个礼拜四呢 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 你在这个严压日期到前五天 必须提出这个所谓的严压申请 所以这个礼拜四 如果没有提出严压申请 就表示一定会在 那么应小魏跟沈清晶 他们积压两个月期满前 一定要起诉 就放了 对 一定起诉 所以礼拜四以前一定会决定要延压 或者起诉 最晚下个礼拜会起诉 那如果有延压申请 礼拜四就会提出申请了 我个人比较认为 柯文哲被延压的几率非常的大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很简单 因为柯文哲跟李文中 他们被这个收押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他们的共犯在逃 而且亡命海外 橘子 就橘子嘛 请问橘子回来了没有 没有 请问橘子相关的证据拿到了没有 都没有嘛 所以他的被收押的相关的要件 并没有这个因为这样而解除嘛 所以呢 那么柯文哲还有他代查 还有他们两个 是非常非常不配合这个征讯整个作业的嘛 我不知道 我没有 然后呢 所有的一切推了一干二净 甚至于还有拒绝 那么检察官的提讯作业等等啊 所以他们两个最不配合 然后现在呢 如果时间到的话呢 我把他们延压的可能性最高 那你至于说有关于这个 其实啊 包括这个等于说 英小卫在内呢 英小卫他们反而在这个相关的 侦办的五大弊案里面 他们是属于比较吃药的 把他就算不延压 然后呢 英小卫把他起诉 这也不是不可能啦 但是呢 事实上呢 如果站在整个这个大战略来讲 你要办这五大案的话呢 最好一次就把柯文哲一枪毙命 除非你做到这样子嘛 对 所以如果你这个起诉一点点 那个起诉一点点等等 现在你要知道哦 民众党是睁大眼睛在等着看你的起诉书哦 每个字 政治迫害 对 因为民众党啊 他跟柯文哲啊 都一样 他不会跟你讲这个整个案情 他们从头到尾 这两个月以来 八个礼拜以来 都没有人在谈案情嘛 政治破坏 然后赖切德 然后都在搞这些东西嘛 在搞司法的这个操作嘛 刚刚这个董事长在讲 骂那个黄国昌嘛 我告诉你 台湾民众党是值得信任的政党吗 台湾民众党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摆在眼前 最近的一件事情就好了 黄国昌就是一个骂儿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说谎者 我跟人讲 跟大家讲个最近的案例就好了 什么案例 前几天不是 那么台湾民众党发生了一件事 不可思议 他们里面有内贼 把一个相机跟五颗镜头 偷出来价值25万 找了三家的什么相机店 去把它建价贩售嘛 对不对 这是在10月11号发现以后 跟警方报案 10月16号破案 10月17号的晚上6点的时候呢 那么有媒体率先布鲁出来 哇 不得了啦 包括黄国昌他们就讲了 这个台北市的警察局 对不对 向特定媒体爆料 告诉各位 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 特定媒体叫静周刊 对不对 不是静周刊爆料的嘛 不是 因为我第一时间 马上把全国所有的媒体 报这个相关新闻的时间 全部截图 不是静周刊爆料的 什么叫特定媒体 只要报导你们民众党的事情 都叫特定媒体啊 好 那黄国昌他们非常的生气 包括许武晚上发文 说我们是被害人 民众党都没有接到通知 民众党都不知道 爆料给特定的媒体 然后呢 政塔大公开 噼里啪啦的骂一段 甚至于在外面进行这个 等于说 那么宣讲活动的时候 在声援 那个柯文哲的时候 还把这件事情在台上 再骂一遍 不是这样吗 后来发现 你胡说八道 不是吗 你照假 你胡说八道吧 今天在台北市议会 议员直接 那么咨询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希和 针对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李希和把所有的案情 讲得非常清楚 10月11号 接后报案了以后 因为事关重大 又在那么敏感的情况下 所以下令全部给我保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破案之前 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嘛 然后破案了以后 你知道吗 李希和今天斩钉截铁的讲 1月16号破案抓到人 1月17号的晚上 不是傍晚晚上的时候 才有媒体报吗 对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1月17号媒体报的那天的 这个一大早 他们就打电话给民众党了 所以民众党知道了 民众党的发言人接了电话 现在就看你民众党 他发言人是谁 我不知道发言人是谁 那么李希和 警台北市警察局长 他不需要说谎 他不会说谎 他干嘛说谎 你说民众党连这个都骗 台北市警方直接打电话给民众党 然后民众党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然后呢 后来是因为有媒体在问 有媒体 我请问你媒体在问 到底是从哪里泻肉的嘛 然后媒体在问了以后 那么台北市警方才请示简单官 在不影响侦查不公开的情况之下呢 适度的套论某些相关的案情嘛 连这件事情都已经事先告诉你 报案的民众党了 早上告诉你了 你下午的这个等于说六点的以后才媒体开始报 你们竟然可以这样子 含雪喷人 说台北市警方为什么这样做 侦查大公开没有告诉我民众党 奇怪呢 你们在此之前 像这样的案例告诉各位啊 你们单单一笔 我请问一下 两个月以前 台湾民众党是怎么拼 整个事情怎么拼 不是为了一笔烂账 为了一笔政治先进报件财运被他发现 有三比九百多万的那个 根本就没有这个钱嘛 你做假账做坏账 结果到现在你竟然还做了几十位的党工 一月二十六号的薪水 根本就没有支付给这些党工 那我请问大家 现在算出来至少三百四十万嘛 陈志涵正能小姐姐承认啊 那我问大家 你在作账 你们在内部作账的时候 既然有三百四十万没有领到 请问这三百四十万进了谁的口袋 你们是不是内部作账 你们还跟调查局的AB档案一样 各位 你们台湾民众党也在做AB档案吗 你们在做什么账 所以你们是一笔烂账 台湾民众党讲的话可以相信吗 是不是 以前 他们讲说你一本正经讲干话 我觉得也很夸张 他们是义正言辞说谎话 那天你恍惚伤多凶啊 直接指责说 你们没有告诉当事人 居然告诉媒体 那那徐富翁晚上马上加码 就搞了半天 真的早就已经跟民众党讲过了 要不然就你在民众党 自己怎么联系的 还有你们已经说谎说到 完全没有任何的改革了吗 所以非常的夸张 就是民众党这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内贼偷了东西 然后你们去报案 然后警方配合报案处理之后 帮你们侦办了 办完之后还告诉了你民众党 结果你民众党 居然媒体曝光之后 马上骂警局 说你们为什么查这个东西 查一查之后 居然就把我媒体公开 还做公稿 结果事实上是什么 当媒体要查完之后破案的当下 就马上跟民众党的发言人来联络 已经有联络 已经有联络 而且民众党也知道 那为什么民众党的立委居然说他不知道 在装什么傻 在演什么受害人 在演什么政治受虐儿 我昨天那个表情多凶啊 是 而且重点是民众党的副秘书长 屈服还出来讲说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们民众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当警方已经跟你们的发言人来通报 为什么你们的发言人没有跟立委讲 没有跟副秘书长讲 是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还是你们明明知道 你们还要行硕一个警方 配合执政当局来抵押民众党 你们整个当然在行硕的是什么 行硕的就是你们民众党是一个政治受虐儿 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 要说你们非常的残忍 搞到什么 搞到柯文哲的爸爸 现在都已经在加护病房了 柯文哲的爸爸在加护病房 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吐城 那在吐城的柯文哲 也不知道他爸爸在加护病房的病情 有多么严重 是 没错 这个照相机被偷窃这一件事情 他们要行硕民众 民进党在欺压民众党 在这个柯爸爸这个 跟柯文哲没有办法见面的状况底下 他也要行硕是民进党在欺负啊 执政当局在欺负柯文哲 没有办法随时在柯爸爸身边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但事实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刚大家都已经讲了 你柯文哲如果不要土力精华成20% 你现在会被压在土城看守所吗 不会嘛 就是因为你背弃了选民 然后违法做了这样子的财势 你现在才会被收押嘛 而且更可怕的是 你现在看到的政治现金 他真的是把总统大学当洗钱中心 是 而且把所有的民众党的党工当人头嘛 灌水不是灌在买发票耶 灌水是灌在自己的工作同仁的薪资耶 让你的同仁要去缴税 然后钱你把它收起来吗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厚黑嘛 非常的脸皮 非常厚 而且我告诉大家更可恶的是什么 在礼拜六民众党在新竹的这个造势里面 他们形塑一个什么 柯美兰民众党明明知道礼拜五 柯文哲已被介护去探视了柯爸爸 可是他们在造势的场合里面 还要形塑一个 你看民进党都不让柯文哲去看柯爸爸 柯爸爸重病在床 身体不太好 身体不太好 然后没有办法见识 第一个是谎话 第二个我要问 柯文哲的清白 应该是在司法上去争取的啊 怎么会是在造势场合上面 只是在那边喷口水 你们做的事情 都不是为了柯文哲的清白嘛 因为柯文哲的清白 已经无法争取 所以现在就是民众党10%的保卫战 他们现在做的所有的造势场合 无非就是要凝聚小草的那10% 凝聚小草的10% 继续对民众党支持 来干嘛 来争取蓝营的支持嘛 为了要蓝白河嘛 如果他连10%都破底 你知道蓝营就会弃民众党而去 所以他们现在要保住10% 所以他们一而在的造势 一而在的造势 虽然没有多少人 但他们能够凝聚那10% 你知道这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很像你知道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最后一个礼拜都会有大造势 冲刺 对冲刺要干嘛 第一个要凝聚自己的支持者 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让自己的支持者散掉嘛 再去争取其他人的支持嘛 你知道民众党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 延压或起诉就会有一个决定 他们现在在凝聚的就是那10% 希望借由不停的造势 不停的呼喊这个所谓的司法 不公这件事情凝聚10% 小草对民众党的支持